到了法院之后我看到王宝强拿出来那个起诉书里面 说他大概的内容就是想要让我惊生出户 前西北大学笑话下架王宝强 本要走向人生巅峰 不料却约一件事身败名裂 被欲望去使的他不仅出轨其经纪人送折 被其揭穿后还带人闯入王宝强家内闹事 甚至威胁其母 然后偷偷转移民下房产 这一桩中一件件无疑不是在挑战王宝强的底线 最后落到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对于一个无名之位来说 能嫁给王宝强是多么的幸运 但是被称为当代潘金莲的马荣 为何如此践踏这段感情呢 2018年12月的某天 马荣为了证明王宝强家暴 精心策划了一场大戏 怀揣着剪刀带人冲入王宝强家内 企图制造一些家暴素材来博得大众同情 当他张牙舞只要表情疯狂 手持凶器地冲向王宝强母亲的时候 老人家受到刺激晕落过去 而人无可忍的王宝强出手 用武力制服了马荣 没想到却郑重他的下怀 身上的斑斑点点血迹和欲青 成为了马荣发生的武器 他顺势躺倒在地 拿起手机 在微博上发布精心准备的小作文 谴责王宝强家暴 为了让自己的受害部位 全部展示在大家面前 所以有了这张照片 消息一出网上炸开了锅 但是还有很多不明真相的人 认为王宝强真的有家暴倾向 难道马荣的阴谋诡计真的得逞了 这时一段监控视频狠狠打破了他的美好幻想 马荣的确是主动闯入王宝强家中 而且因为做贼心虚 想要破坏头上的监控摄像头 脸蹦呆跳的他竟然也够不到 还把作案用的剪刀暴露了出来 就在之后马荣倒地拍照之时 王宝强叫来了民警 可死皮赖脸的马荣躺到地上 一动也不动 民警也毫无办法 只好站在一旁看他作妖 或许是地板太冷 又因无人搭理他 他只好拨打了120进了医院 随后记者得知他作秀的消息 纷纷前来采访 问他当时上演闹剧是什么心理 被记者刺激到的他用白布蒙着头 呼应溜的叫人被他跑出医院 落荒而逃 不但没有陷害的王宝强 最后自己反而沦为别人的笑柄 在外人眼中 马荣真是好命 能嫁给王宝强这个才华横溢 终于婚姻的人 但或许马荣眼里 王宝强能娶到自己是他的福气 马荣生于陕西省为男士 作为家里的独生女 父母平时没少宠溺他 而且因为长相清纯甜美 成绩优异 还去过北京电视台当记者 这样的资历少说 也能调到一个富二代 但马荣比其他女生更为幸运 在他毕业前的一次活动中 遇见了王宝强 而王宝强遇见终群于马荣 但他不敢坦白 将其藏在心里 但以后两人却一直保持着频繁的联系 并被多次拍摄在一起 那个时候的王宝强已经非常出名 无论是经典电影《天下无贼》 还是他的军女题材剧 《士兵突击》里饰演的许三多 可谓是让他名声大噪 一举成为80后十大影响人物之一 和马荣交往后 他更加努力拼命 人在囧途和我的兄弟 叫顺流的爆火 更是让王宝强受到广泛关注 得意洋洋的他终于公开了恋情 但随后在自传说的话 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马荣不论是喜欢我的人 还是我的钱 全都无所谓 只要我身上有他喜欢的东西就行了 难道王宝强的才华 还弥补不了自己的长相 之后更是将自己的所有存款 都交给马荣打理 这或许是后来王宝强打官司 还要借钱的原因了吧 事业蒸蒸日上 对待老婆都是恩爱有加 换做任何一个有智商的女人 都会好好珍惜对方 但马荣截然相反 他根本不在乎这段感情 因为王宝强对他太好了 多次采访到妻子马荣时 连王宝强自己都说不出 除了美貌以外 马荣身上的其他心点 每次提到妻子 王宝强的内容都很频繁 不是夸算妻子美貌 就是很笼统的内容 说不出具体的生活快乐点滴 也说不出妻子其他的性格特质 最后谈到马荣对家里贡献时 王宝强竟说出 他改善了家里的基因 王宝强的卑微 或许也是马荣出轨的原因 但他或许不知道 自己的所作所为 早就传到了王宝强岛中 所以才提前将公司法定人 一并修改 而宋哲龙做出这样的事 也是早有预谋 与马荣的狼狈为奸 目的就是转移王宝强的资产 如果宝强晚了一步 那么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而马荣更没有想到的是 他不仅要和自己一刀两断 还将自己的丑事公之于众 在两人离婚的几个月内 马荣和宋哲 并没有甜甜蜜蜜的走到一起 而是在王宝强律师团队的努力下 以侵占财产的罪名 将他送进监狱六年 没有了宋哲在背后直直点点 马荣就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 只能在网上继续骚扰王宝强 但可惜 他的这些惯用伎俩 根本不起作用 反而证明了自己的智商捉及 一次偷试 随着网络的盛行 马荣这两个字也越来越名声在外 如今可以说无人不知 无人不想 名气丝毫不抵于 当下任何一位一线明星 前不久马荣直播 他就不止一次向网友阐述自己 想要跻身娱乐圈的想法 张岚三振选女主一事 传到了他的耳中 由于是的马荣 立即向节目组递出橄榄枝 并且承诺自己愿意 无条件零片重出演女主 消息一出 耿直的吴京也直接说到 马荣是谁 这无视对方的回答 也是在宣告 马荣的娱乐圈梦想基本破灭了 风波过去一段时间后 马荣似乎变得聪明很多 他借助前夫的热度 想要在抖音上大展宏图 但网友的愤怒充斥在整个屏幕 仅仅开放20多分钟的马荣 就被弹幕骂到直接关播 可以说是很大快人心了 不知他此时是否能明白 他所有的风光 只是因为他曾经是王宝强的妻子 因为长得漂亮 通过婚姻改变了阶级 到头来不过是 净花水月一场空 一个被判丈夫颠倒是非的人 被口诛笔伐 想必也是理所应当吧